欠祝112年国民体育日 全国万人剑走大会师活动 在南投中心新村登场 金融乡亲热情参与 与各县市剑走好手共相胜举 我们希望推动全民的运动 带动运动的风气 所以十年前我当时在担任市长的时候 非常感谢郑景州郑理市长 把这样的活动带到南投来 那十年后呢有这样的机会 再次的南投市举办这样的活动 那县政府也非常的支持 所以不管在经费上面 我们希望能够来多支持 那么多鼓励 我们先这个建国人来运动 这样成功就对了 因为每年呢 都有这样的好的活动在举办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 那许多的民众呢 能够开始接触运动 然后进而喜爱运动 目前贵律运动人口的比率 也是逐年在上升 非常感谢我们郑景州 吉隆的主委是体育会的总会长 来举办这样的一个万人践行 非常有意义 我们全民透过这个践行 要提出呼吁 大家一起来支持发展体育 促进体育 增强我们的国力 希望这个建筹运动 能带给你们健康 你快乐 假日可以跟家人一起走走 不错 近三万五千人齐聚中心行村 各县市教国团 贺备军人 商业会 体育会等组队参加 其中帮助女性改善生活 达到社会及经济负权的 国际男星交流协会 也热烈参与 真的是很好的这个idea 让全民能够 大家能够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我们男星会也是这样 我们男士也忠视 女人爱女人 女人帮助女人 这是我们的宗旨 郑景州郑女市长 既然有些好朋友 又是我们的老师 他不只是在推动运动方面 对我们男星的支持也非常多 我们的省的理事长 王辉王女市长的先生 就是我们男星的前总监 先给南投县 我们许县长一步 互抗巴士 这就是运动家的精神 企业家的精神 抱着一种取之于社会 回归于社会 主办单位准备丰富的奖品 让健走完的民众 参加摩采活动 奖品包括了六辆机车 及六十辆变速脚踏车等大奖 就是要鼓励民众多运动 一起健走 一起健康久久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